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 哈里斯华裔作曲团的两位重要的成员 他们都是来自美国东部 首先我们欢迎波斯顿大学的教授 也是UCA的主席王华教授 欢迎王教授 小元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曾经在白宫工作过的李一军老师 我也请李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 然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手头的资料不是很全 谢谢好 谢谢大家好 小元台长好 主持人好 然后我们教授好 我开始吗 你开始 好 我叫李铁军 钢铁的铁军 子的军 哦 是 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名字觉得说非常的男性化 但是 是 就是 very strong yes very strong 我是 我是 1988年来美国的 来美国是来追求一个童年的梦想 我小的时候呢 是听美国之音 然后听美国之音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梦想 要来美国之音做播音员 所以也是 因为有这个 上帝的开导吧 这个开路 让我能够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 本来是想直接大学毕业到美国来读书 但是呢 这个 人生的计划不同 让我做了一个记者 在国内做了记者 因为我学的只是新闻 做了记者以后 一年 以后才来了 来到美国 到了南方去 继续生造 就在南方的时候呢 遇到了 美国之音的发始人 创始人 Mr. Kenneth Giddens 然后见到他以后 见到他的夫人 老太太 Mrs. Giddens 跟我 他们说我是20多岁 她是80多岁的老人 我们俩是一拍即合 他把我说 你一定要到华盛顿去读这个 全国新闻中心的实习生 我说这个老太太 太会管闲事了 为什么要让我去华盛顿呢 当时后来 大家告诉我 这个老太太 叫你去的事 你千万不能拒绝 那么我就听从她了 她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 当时是属于这个 穷学生 不像现在来的留学生 那么我就到了DC来实习 我通过这个实习的机会呢 要找一个新闻单位 去做一个这个具体的实习 那么我就找了什么 找了美国之音 把我的 就是说把我的脚 进到这个门槛里 先把我的 squeeze my foot in the door actually just my toes 然后在那实习以后 他们觉得我表现挺好的 立马就给了我第一个工作 所以我在美国来的第一份工作 就完成了 实现了我的童年的梦想 以后又做了其他的 全国广播电视台的producer public affairs network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叫做C-SPAN 专门报道这个政治啊 public affairs 我在那个C-SPAN 做了好多年的producer 然后呢 我当时的目标 也就是现在的目标 就是从新闻界里跳出来 做这个新闻界对面的事 就是所谓的communication media relations public relations 那么我出来 从电视台出来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家大的 医疗 healthcare company 做了这个大公司的spokesperson 新闻发言人 就在那个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呢 我的人生就改变了 人生是怎么改变的呢 我当时在了 在美国南方的时候 学了一口非常切的 美国南方土音 再加上我的中国口音 我觉得这个很不胜值 然后我就学了一个矫正口音的课 那么矫正口音 我才知道 哇 竟然像我这样 用英文吃口饭的人 都需要来把我的英文提高 可想而知 当时我的同胞们 很多人连一个句子都说不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句子的 说得很完整 那更不用说里面的发音啊 口音啊 这个 syntax messaging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当时就立马就做了一个 certification的training 就是让我怎么样 能够帮助别人 提高大家的communication skills 包括这个矫正口音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以后的职场就是 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到了白宫 到了白宫给总统 克林顿总统和夫人 做了四年的活 就是他的第二个 ministration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里 我学到更多的 这个cross-cultural的事情 我的心里一直想为大家服务 所以就是在那个之前 就创办了 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 化联公共关系公司 那我们公司到今天为止 一直是致力于帮助外来的移民 包括华人 怎么样提高我们的communication skills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finished a class today training people 三个华人 三个华人的professionals 那么我自己也很热衷于这个政治 因为我觉得政治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在我们美国的华人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时间 先交给王教授 那我们也请王教授 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谢谢这个Dorky 这个就是说你 大家像久仰 一直都知道你很传奇性的经历 然后也感谢这个西雅图 这个中文这个电台 来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小元台长 我们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在这个百人会上的这个年会上 然后这个有过交集 我自己呢正好在美国也是 这个当初从国内大学毕业以后 就来美国了 然后在这边求学一路求学嘛 然后拿了博士以后呢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实际上我的经历呢 是我自己觉得说 我又在政府做过 工业界做过 学术界也做过 所以最早的时候呢 是刚毕业的时候 本来一心想去学术界做事情 结果这个硬差扬错碰上一个公司 一定要我去那里效力 因为他们说 我博士论文里的东西 可以变成现实 这个当初是关于这个飞机发动机的东西 所以当初就说 那你总是想着说 纸上谈兵的东西 如果能够变成实际的东西 很有意义就去了 然后在那里做了几年以后呢 还是想说回学术界 我记得以前Michael Jordan 有一句话说 他说每隔几年呢 你就有种 就说basketball是一种each 就每隔几年你都去scratch一下 所以我当初就觉得说 得去还是得回学术界 因为这个好像是自己 eventually的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初就从公司呢 最早的时候回学术界的时候 做了几年以后 最早是到南方 当初是在Duke大学教书 然后在Duke教书 然后在Duke教书的同时呢 又被这个美国政府 就说找到 政府说呢 当时是国防部 所以希望我去帮他们 管这个一些这个 就是基础研究项目 所以当时我就两边兼职 所以一方面做老师 一方面又在这个国防部 管这个基础研究的东西 所以就这样的话 又积累一些政府工作的经验 那后来呢 就到巴士顿这边来了 实际上来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到这边可以做一份工作 而不是做两份工作 然后当然巴士顿 是一个很cherming的city 然后西雅图也很好 就是说这几个city 所以来这边以后呢 然后那么一直在学术界做事情 然后过去十多年呢 就是说也是有一个人生的 这种新发现一样 就是说从这个最小的事情 比如说帮这里的图书馆 做义工等等开始 后来就觉得说做公益呢 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就是说社会的基础 一个pillar之一 才就是说深深的体会到 这个公益是美国的基石 所以从这个时候呢 就也是有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 所以刚开始呢 在镇里的公益组织里做 然后呢 后来又involved到在州里头做 后来又involved到在regional的做 所以最后呢过去几年呢 就是已经有从2018年开始 又跟UCA在一起做 所以就在全国做 所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就觉得我们的做这公益呢 已经用现在常常讲的话 就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说从下面到上面做通了 然后另外呢同时呢 我在这边也在做一个alliance 这个是跨族裔的 就说是这个是跟那个 很多其他族裔在一起做 所以说both这个vertically laterally 即便都有交合 所以真正呢是觉得 就是说我自己的研究呢 也是做系统的 所以觉得说这些社会问题也好 政治问题也好等等 实际上都是systems of systems 然后这个networks of network 很多东西都跟connectivity有关系的 包括我们今天谈的话题 也是跟我们这个息息相关的 不管生存生活发展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觉得在这边呢就是非常forfeeling吧 应该讲说美国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feel very lucky I'm leaving my American dreams soy thank you 两位嘉宾都非常的舒适啊 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华人的精英 那么我们知道你们都是 哈里斯华裔作选团的主要成员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为什么会加入哈里斯华裔作选团 Dorten 你先来 好 我先来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选择其实很清楚 因为哈里斯副总统这个现在的campaign的话 是对我们不光是华裔 对我们的所有的亚太裔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这个comparison其实不能比了 那我就稍微举一下 其实就是现在来比较 那么大家都记得在这个新冠的疫情的时间 川普对我们这个亚裔的仇恨的言论 真是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受到歧视 让我们受到人身的打击 还有这个physical attack 还有人被打死的 或者被我们的这个餐馆被人砸了 或者我们的老人被人推了 被人害了 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哈里斯副总统 会为我们这个抱不平 先讲一下对我们小企业有什么好处 我本人有一个小企业 我的公司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 就是一个小企业 而且我们还是美国SBA certified 一个8A company 一个certified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women-owned small business 我们也在这个美国联邦支付 拿过很多很多的contracts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contracts 那么这个哈里斯副总统的 在他的领导下的 我们亚太裔的小企业 会获得的创新记录 有550亿的联邦合同 就包括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公司的合同 会推动我们亚太裔 拥有的小企业的蓬勃的发展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为我们亚太裔人士 创造了近200万个高薪的工作岗位 就是实现了自从2008年以来 亚太裔社区最高的就业力 那么相比呢 这个川普执政的时候 亚太裔的失业率几乎翻了一番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较 但是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亚裔 尤其是华裔对这个教育 非常的非常的重视 对吧 家长都愿意把这个房子 搬到一个很好的学区 哈里斯副总统这个投下了 决定胜负的一票 如果大家关心政治知道的话 是为从K到12的学校提供 超过1300亿的资金 也真是美国有史以来 对公共教育最大的一笔投资 所以我们觉得 真是我们非得支持 哈里斯副总统的这次选举不可 因为他的对手 真是不可相比 我把时间交给王教授 OK 那就小元台长 我来顺着Dolty的思路讲一下 实际上呢 支持哈里斯呢 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但是从现在就是说 我个人的经历 还有这个华人社区来讲呢 觉得现在这个支持的东西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教育 经济就业等等方面讲 但是最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是关系到这个华裔的 就在美华人的生存空间 刚才Dolty也讲到 这个在这个前总统 这个什么川普的这个底下 他当初新冠的时候 用的这个China virus也好 康夫罗也好 等等这些 就是非常煽动仇恨的语言 那么把这种就是等于说 把这个整个社会上 我们变成了scapegoat 把这些整个的迁怒于到这个亚裔 甚至华人的这个社区上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 因此呢就是过去这么几年的这个 就是说仇亚的这个事件 这个层出不穷 仇恨啊仇压这种事件 层出不穷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恶名昭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就China Initiative 这个呢也是2018年 在川普的这个DOJ 就是这个里头发起的 那这个东西 虽然现在被拜登给停掉了 但是在这个存在的几年当中 是上千的华裔科学家 跟教授都受到影响 有几百人呢 就是说整整整整 不但是说平时的科研教学 就是连生活都被turned upside down 就是说 那么还有很多很悲催的例子 就像最近的这个 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听到的 这个西北大学 吴英教授的这个去世等等 所以在这个 然后在这个也正好是 这些像China Initiative 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呢 就是UCA出来 就是把它反对China Initiative 当成一个为华人维权的 这个一部分 那么当然现在就是 你这个从那会儿开始 然后你又有这个筹牙 然后那么现在你如果看这个 就是说最新的这个 所谓执政纲领 2025的话 Project 2025 这个行动计划的话 这个里头那就基本上是 不但把这个华人啊 就是或者这个当成一个靶子 实际上连这个中华文化等等 这些都变成了一个靶子 就是几乎是就变成说 我们在美的华人 好像就有原罪了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是China American 就有原罪 所以等等这些 实际上都牵扯到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存前 包括这个川普讲的移民 这个poisonic 国的blood等等 还有他说要把让这个 他hate移民让回去 有的人说 他讲的是非法移民 什么移民 实际上对他来讲 你不要忘了 他当初这个policy里头 Steven Miller讲过说 如果他们有选择的话 他会把已经变成公民的人 他还会取消你的公民 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已经被 所谓的naturalized citizen 他会取消 所以这些实际上 对我们是造成了 生存空间的挤压 特别是像目前 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等等 这种乌云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相比一下 就是说讲到 Harris Biden 跟这个Harris的 哈里斯的 他们的做法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拜登 这个就职后的第一天 他就发了一个 这个总统令 就executive audit 当初就专门出来说 要这个要保护这个亚裔美国人 然后这个第一个星期里 又发了一个memorandum 就是一个备忘录 然后也是说 要动用全政府的这个 就hose a side 整个全社会全政府的力量 来这个就是说 反对筹外 筹压等等这些东西 保护亚裔美国人的利益 那么接下来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一月份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就通过了这个COVID 这个HATE 这个就是法案 这个法案当初是这个 Grace Moon 就是孟昭文 他们这个一批 华裔议员提出来的 但是那个就很快通过了 拜登也散了 所以从这方面等等来看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这些方面的选择 实际上是很明确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呢 现在这个目前的 这个乌云下面 我们已经不是说 原来是说要共同发展 共同striving 现在连生存的空间 都受到挤压 特别是如果想到下一代的话 这个问题实际上更严重 对 就是我们在这里fight 那么我们留给 这个下一代的这个society 是不是更好 是不是让他们能够向前 让他们可以从起点 就站得更高 向前可以发展得更远更广 而不是说像现在的话 很多这个川普的政策等等 都是在开倒车 那么开倒车的话 就相当于说 等于是说不但给我们在挖坑 是给我们的下一段也在挖坑 对 我先讲到这里 感谢两位 那我现在有最佳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王教授您是就是美国华人联合会 UC的主席 那么你们的很多工作 就是比如说为 为就是 China Initiative那些 就是受影响的教授 就是像政府抗议 还有一些 像佛罗里达不能 华人不能买地之类的政策抗议 那么这些 这些事情都是 法规也好 或者 都是在 拜登 就是拜登当总统期间发生的 然后 你们 但是 您这位UC的主席 现在 继续支持 这个 拜登 就是 让位的 哈里斯 那是不是有点相互矛盾 就是 对 问题很好 实际上 根本不矛盾 这个谢谢你提到这个 Ailing Land Law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讲的 那么这个Ailing Land Law呢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这个提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给华人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特别是从那个 德州开始的时候 忽然一下子 大家发现有这么一个法案在那里 那么UCA呢 就很快 就是跟德州的那些 就是说华人团体 或者其他维权团体 实际上这个里头已经很广了 ACLU等等的这些 都在加入 就并不仅仅是华人的 那么后来一转身 这边还没有看 还在那边奋斗 发现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走得更远 他已经通过了 就是说州长签字通过了 然后 那么你说这些东西 的确是在这 就是说这几年发生的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呢 就是说最近呢 这个统计是这样的 全美国大概有三十几个 这样的法律 在提出 有的通过 有的在辩论 有的要努力的通过过程中 这些全部都是红州发起来的 然后在这个 因为这个这是州法 所以这个州法 美国人我们都知道 州是有一定的自立 自主权的 自治权的 所以这些是州法 所以这个州法呢 它都是在红州发起来的 而且它背后的 基本上的势力 就是这个 掀起这些法案的势力 就是所谓 这个Heritage Foundation 那这个Heritage Foundation 也正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project 2025年背后的推手之一 这主要推手 实际上都不是自一 是主要推手 所以这些事情呢 就是说在方方面面的 在红州发生 它并不是在兰州发生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它是州法一部分 然后你如果相反看呢 这些比如说 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佛罗里达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UCA在法律通过之前 UCA就专门去佛罗里达 开过retreat 还把当地建了一个 这个Farger 就是佛罗里达亚裔 这个维权这个组织 然后在那里呢 就通过之前去抗议 然后呢 UCA又跟那个 就是一些那个法律 包括那个原来去 告这个微信的那个 他们那个 就是华人那个 Cauda 就是华人这个法律 维权联盟等等 一起去对这个法律 提出了这个反诉 就是说去提出一个 Lossuit 说要取消这个法律 那你知道在这个 Lossuit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这个实际上 DOJ 这个是拜登的DOJ DOJ File了一个Amicus 就是说他是 是反对这个法律的 因为这是一个州法 联邦的只能说 提供一种意见 所以这个 DOJ 就是说 提出来说 这个法律 不好 这个这个说 这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从Constitution来讲 从这个Equal Housing 这个Rights来讲 图这个Fourteenth Amendment Equal Treatment Equal Rights 等等方面 都有他的不好 所以那么这个法律 就是说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账呢 是确实不能算在 联邦政府的同样 这是这 恰恰在这个过程中 联邦政府是支持我 我给你举一个 很有趣的例子 我们 我跟海培 还有有些团队 联合当初 佛罗里达的这些 华人组织呢 在12月16号 在At Miami 举行了一场 比较声势浩大的集会 就是反对这个法律 因为他已经通过了 这个A-Link 来到这 是反对这法律 我们当初是希望 repeal也好 告他也好 等等 就是有好多方式 然后那一天是风雨交加 就是说那个狂风暴雨 然后那一天 那个包括那个 那个德州的那个 就是说反对 德州的这个 A-Link 来闹的那个 军务 无言之也在那里 然后Andrew Yang 也在那里 还有Judy Chu 也在那里 就是很多从全美国 各地区的 跟我们一起在那里 跟当地的华人 一起反对 那天是狂风暴雨 然后我们第二天呢 就是说那天 当然大家都湿透了 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说第二天早晨呢 是阳光明媚的时候 早晨八点一过 我们就收到了 白宫给我们的一个 这个邮件 告诉我们说 那一天 12月17日呢 正好是 这个历史上 这个臭名糟糟的 这个排华法案呢 被repeal的 八十周年的纪念 就废除排华法案 八十周年纪念 12月17日 所以那天一早 这个拜登的这个 就是亚裔助理 就给我们发了邮件 告诉说 白宫为此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这个 讲这个排华法案 是美国历史上 黑暗的一页 不幸的一页 希望这样的事情 永远不发生 所以就是说 我们当时就有一种 这个风雨以后 见彩虹的感觉 就是头一天 狂风暴雨 然后这些 那么后来呢 实际上为了这个法案呢 海培还有UCA团队 后来又去了一次 佛罗里达去抗议 因为后来是因为 这个东西 到了Appeals Court 就是当Lowered 这个Federal Court 说维持这个法律 那就Appeal到 这个Appeal Court 那么又为了 这个又去一次 结果那一次呢 是阳光明媚的 所以大家还开玩笑说 这个抗议还是 最好是在风雨 家家的当中进行 可能更阴景 反正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就说 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联邦层面的 跟这个州层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 并不矛盾 而且你讲到了 这个很好 因为UCA一直在这方面 除了这个所谓 Civic Engagement以外 这个维权方面 从Tranet Initiative 到Aling Landau 这些都是 就是UCA现在 一直在自力做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知道 UCA是非英力组织 对吧 然后您作为 这个组织的主席 还有您提到的 薛海培作为会长 都在公开支持 哈里斯当总统 然后这个是不是跟 非英力组织的 不参与政治的 这个国家的政策有为 就是 你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 也非常的中肯 也是对的 那么UCA是一个 non-partisan的这个organization 所以我如果在这里 刚才讲的维权这些事情 是UCA的事情 如果说任何政治上 特别是就是说 UCA可以参与政治 比如说UCA可以这个 做voter registration 可以get a vote out 就是但是一定是要非党派的 那UCA也有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包括出来支持一个候选人等等 这个是就是说所谓的partisan policy UCA是绝对不能介入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不管是我也好 或者任何UCA 在这样做的时候 都是完全以这个个人身份 所以我今天要声明 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 讲的Harris 支持Harris等等 包括这个华裔 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等等 都是就是跟UCA 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这是作为一个个人 作为一个公民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 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提到一点的 就是说UCA有一个pack 叫UCApack 那么UCApack呢 倒是就是说 今年呢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这个联邦层面中 这个背书了这个Harris的 这个Waltz的这个竞选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在这之前呢 UCA的pack 在这个很多联邦层面的竞选当中呢 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 支持全美国各地的 特别是华人或者亚裔 全国会议员的竞选 或者等等这份 那这个UCA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UCApack在过去几年的支持的 这个竞选活动中 全国包括这个国会议员等等 这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候选人 没有任何党派的关系 所以我们支持过民主党的议员 我们也支持了很多共和党的议员 就是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就是说 所以一直是就包括UCApack 都是一个非党派的pack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考虑 就是说在美华人的利益 那么今年呢 就跟那个美国有一个叫做Lunak 美国有一个拉丁裔的全国组织 他们有他们的pack 他们的pack是今年五十几 在他们的五十几年的历史当中 第一次出来背书一个总统候选人 那么就说这个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UCApack今年的决定呢 也是这个UCApack历史上 第一次出来在联邦层面 背书这个候选人 对 感谢 其实我打断一下 小元台长 其实我也是一个UCA的支持者 因为我觉得UCA做的事情 是事关我们每一个华人 不管是在佛罗里达也好 还是在德州 还是其他红州的这些 Alien Land Law 真是事关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呢 还有就是刚刚王教授提到的 这个China Initiative 其实也是事关我们每一个人 当年海培做了一些fundraiser 给这个Sherry Chen 和西小新教授 当时还是我是做的主持 做的主持人 在我们华府一个当时有名的餐馆 这个餐馆后来就搬走了 记得当年好多人 我跟Sherry Chen就坐在旁边 和特地跟她的老公聊了不少 不少他们家里经过的一些 不要说风风雨雨 这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是其实一个是UCA的支持者 好我们知道 就是感谢感谢两位的那个回答 然后我也问一下李体军老师 您在白宫工作过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跟 Kamala Harris就是 或者说贺锦丽有没有过交集 然后您对她个人印象是怎样的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小袁台长 我跟Vice President Harris 有一些很简短的交集 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 他来参加DC的一个 所谓的叫做Asian Prom Apex这个dinner 他来参加 我就跟他简短的交谈了几句 当然这个 当时他已经是一个Rising Star 我对他的印象呢 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不光是有能力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 他是一个律师的背景 然后又做这个检察官 做Attorney General 做Prossecutor 然后又做到这个Senator 然后最后做到Vice President 他的成绩我们都能看到 是一个非常清明的成绩 他自己也说 他为了就是这个少数人 来这个争取他们的权利 就是Marginalized Poor people People who don't have a voice 这些没有声音的这些人们 他会为他们去争取权利 所以他的一辈子的他的Career 他的一辈子的这个职场 都是这样的来了 所以他的人生的轨迹 我是不光是觉得是一个 很赞赏他 很敬仰他的人 我觉得他是能够把事情拿得稳的人 你看他自己说了很多遍 在这个Democrat Convention 在芝加哥我们也去了 而且我的公子也去干活 给这个Convention干了活 就是这一个星期 也是人是累的差不多 不过心里很高兴 他说的是 我们自己知道 这是一个historic moment 对吧 他说的这个是 来为人民争取 他要做美国所有人的总统 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总统 或者是民主党人的总统 或者是共和党人的总统 或者是独立派人的总统 他是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而且他会为美国人民 争取这些权利 是你是穷人也好 还是富人也好 还是没有声音的人也好 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移民也好 他会为我们争取 我们该得到的权利 所以我当然也作为一个女性 作为一个woman of color 我是完完全全的是 a mire totally admire her 我再追问一下前面 就王教授还有您提到的 UCA对系相关的工作 然后就是最近美国的那个 众议院通过了20多项 涉及中国的一些法案 然后那么比如说包括取消香港的经贸局等等 甚至禁止华人 中国人在美国买地可能会扩展到全国范围 那么你们会不会继续抗议 就是就是比如说觉得对中国人不利 然后要全国范围抗议吗 这个你是让我先回答吗 现在就是简单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 对对对 这个这些东西呢 Aling Land Law也好 还有等等这些方面 实际上现在我们实际上最担心的一个东西 我刚才讲到呢 实际上Chinese American呢 现在在under attack OK 我们就是头顶上有一片乌云 而且这个乌云越来越dark 越来越重了 就跟这些都有关系 你刚才我很高兴 你现在提到了这些议题 你比如说过去这个州呢 我们把它称成为中国州 China Week 那么就是一共有25个法律在那里 那么这个当然这些只是众议院的通过 接下来还要有参议院总统签制等等 他不一定会成为法律 但他反映的是一种这个趋势 而且是一种大趋势 而且是一种就是again又是对我们华人空间的问题 大家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呢 是牵扯到这个所谓national security 实际上我们更担心的事情 就跟当初China Initiative一样 他出发点呢都是national initiative 对national security等等 这个本身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可以做的 但是他都往往我们都在他处理不当的情况下 或者操作不当的情况下等等 不小心的情况下 在美的华人会变成他的collateral damage 那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从China Initiative 那刚才讲到这24个法案也很有趣 如果看这24个法案 24个都是由共和党议员提出来的 那么只有一个 但是是两院的多数通过的 现在首先那个 不是两院就是众议院的多数议员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24个是共和党的议员提出来的 那么有一个是民主党议员提出来 是一个南方的比较保守 讲的这个所谓全球信息安全方面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担心 你刚才说会不会抗议 或者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严重关注这个 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UCA 我们有一个北美周刊 那个海培会长还专门写了一篇社论 就是专门讲到这个中国州 跟我们在美国华人的问题 他现在问题就是说 他会造成一所谓的新的这个 麦卡斯这种氛围 那么就是说 所以从我们的意思上讲说 我们就是说这种 Securityization这些东西 如果在操作不当 甚至说不把全在美华人 这个考虑周全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哪怕有意无意等等 我们就会变成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说被 collateral damage 然后会承受他这个这些的重压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 要把在美华人跟这种这些的 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都一定要分开 我们在这里 我们用一句常讲的话 说we belong here 然后呢 然后这个we have our power 然后我们need voice 那所有这些的事情 就是说要避免这种仇外也好 xenophobia等等这些方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说UCA也好 或者在美国的华人 就更告诉我们 就更要介入政治 ok 那我给你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的朋友陈刚教授 就是MIT这个教授 我们两个 原来我在丢个教书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是 就是同事 就是朋友 所以那天在哈里斯这个 就是说这个华裔助选团的 这个launching的这个会上 他跟我正好是前后发言 就陈教授陈刚先发言 然后我在后面发言 然后陈刚他这个 他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说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这个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 他就说他以前对政治不关心 他就觉得做好科研 教书与人就好了 结果他说 但是政治的痛压 他对他的影响 让他知道说 他必须得介入政治 华人也必须要介入政治 那么介入政治 你就要就要有所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 就像Dorty在一开始讲的 实际上对华人来讲 社区来讲 这个选择是很明显的 也是一个很明确的 因为这不关系到 我们的这个生存 如果涉及中国的法案 我相信是针对中国政府 不是针对在美国的 华裔的 或者说在美华人的 如果涉及中国的法案 在陈总联通过 并被总统签署为法律 然后我们作为华人的社团 继续去抗议的话 是不是 是在抗议美国的民主呢 实际上你这个 我觉得Dorty你有什么 我先讲一下 我们现在实际上包括UCA 并没有说反对这些法案 我们也没有说去 这个你说Aling Land Law 这个是我们很确定的 因为Aling Land Law呢 现在比如说用那个 无言之议员的讲话 这就是Chinese Exclusion Act 2.0 OK 像这样的法律 我们是在反对的 但是在这些牵扯到 所谓美国National Security 反对 UCA的位置 或者我们华人社区 不是说去反对这些法案 因为again就是美国 从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出发 它确实我们也是在美华人 所以我们应该跟美国的利益 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的说法是说 它这些法案的 不管从提出也好 或者在中间的Execution也好 它一定要考虑到 它有这个Unintended Consequence 这个Unintended Consequence 是我们一定要发出声音 让他们要注意到的 因为这个不注意到 比如说Chinese Initiative 从它 那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在这次的法案当中 其中有一个法案 就是这个Restart 这个把这个Chinese Initiative Chinese Initiative又带回来 又给重新启动 那么像这样的法案 从国家安全来讲 你不管是Espernage等等 都可以说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Chinese Initiative的 这个实行过程中 实际上这个Ratual Profiling 这些就变成了 它一个Provailing的 这个一个部分 那么所以才是 这个华裔科学家 和这个研究人员 受到了大面积的波及 那这个当中的话 这些都是美国公民 都是在为美国做贡献的 所以实际上是 对美国的科学发展 或者这个科技进步 都是不利的 所以这当中 有个本质的区别 我们现在没有 就是说在法案上 就这个法案本身去法律 我们是说在这些法案的提出 跟运作的过程中间 做不好的话 会给在美国华人的生存空间 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好 谢谢王教授的澄清 那我们继续回到 哈里斯华裔作选团的问题 就是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 哈里斯华裔作选团 现在做了哪些工作 然后接下去还打算怎么做 那我先讲 您再补充好吧 因为我开过会 刚刚开过会 今天 对 他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首先呢 我要声明 就是说这个 我第一 我不代表这个 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官方 对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也不是官方 就是我连这个组织 都不是 都不是说一定说是 但是呢 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做哪些事情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个就是 哈里斯 这个Chinese America 哈里斯华裔作 这个呢 是一个affinity group 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 官方的竞 跟官方的竞选的组织 因为每一个 两个候选人 从哈里斯也好 到川普也好 他们都有自己的竞选的 这个官方的竞选的运作 那么我们不是 所以我们是一个 affinity group 那么但是从这个 finet group来讲呢 从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目前呢 它的结构 所以从它的结构 你也许可以理解一下 它的结构呢 现在就是有四个 所谓的co-chair 那么这四个人 就是说参议员 这个Demi Duckworth 然后三个众议员 就是Judy Chu Teddy Liu 跟Grace Moon 那么他们是这个 整个这场 这个我们这个 助选团的co-chair 那同时呢 这个co-chair底下 有个leadership council 这个leadership council 是有近30个 这个大多数的华裔 也有些亚裔的 这个民选官员也好 还有一些 在各行各业 就是比较精英的 或者说比较有一些 号召力的一些人士也好 大多数都是民选官员 在这里头 这个包括比如说 这个Cincinnati的亚裔市长 Boston的亚裔市长 等等这些人 还有当然说 包括州议员啊 这些都在里头 那么这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底下呢 才开始是这个 所谓的grassroot 这个volunteer 就完全志愿者 这个基于志愿者的 一个团队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是这个团队当中 分了很多功能组 那么基本上的想法 就是说参加助选活动吧 那你基本上就是说 有拜票啊 有这个phone banking啊 有texting啊 然后这个postcard 就是所有的这个 一般来讲 一个正常的 就是说一个竞选的 各方方面面 这个团队都有cover 然后都有在进行 都在操作中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竞选 这个美国的总统竞选 最关键的就所谓摇摆轴 所以那么这个团队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也是放在摇摆州方面 如何来取 所以那么这个团队呢 有一个网站 就是我这个上面写的 就是Harris 这个Chinese Man for Harris Watt 这个就或者就你现在 很简单 就forharris.org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上面有这种 这个信息也好 竞选的信息也好 有这个志愿者的 volunteer sign up也好 有donation也好 方方面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 这个但是就是说 基于这个grassroot base的 然后全部entirely volunteer base的 这个帮助这个 哈里斯助选的这个团队 对 说得很好 王教授 这个对我想强调一下 这都是一个volunteer basis 除了这些上面的co-chairs 其实他们也是volunteer 都是没有人配的 对吧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volunteer infinity group 那么这个就是 号召大家华人 尤其是华人 当然其他亚裔的 一些朋友们 可以加入我们 去刚才王教授说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竞选的活动 去做canvassing也好 去phone banking也好 还是去帮助大家去 把它送到哪里 去register 去vote 这些东西 都有些人不知道的 还不知道到哪里 去register 或者没有这个交通的 交通的这个渠道 可以把它送去 去register 还可以把它送到 这个voting booth 这些好多好多的事情 都可以做 都是属于volunteer 时间和金钱 对吧 your time and treasure 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如果我们华人不来 在这里面出力 不来在这个政治上 发出声音 那我们的就没有任何声音 也没有任何的power 你知道没有任何的power 谁也不会理你 现在我们华人在 美国的社会里 有一定的bying power 那么这个bying power 就要从这个政治上 反映出来 一定要参政 不参政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像刚才说 这个陈刚教授说的 you have to get engaged 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一代 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这是至关紧要的事情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 叫做燃眉之急 如果还没意识到 这是燃眉之急 这是警钟要敲刑了 我问一个就是 哈利斯如果当总统 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 如果中国大陆要武力 收复台湾 然后哈利斯可能 就像拜登所承诺的那样 一定会 美军一定会参加保卫台湾 那么这样涉及到 比如说美国跟中国 可能会发生战争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们是不是还会支持 哈利斯 然后或者如果特朗普 当选总统的话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那么你们会支持谁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 还会支持哈利斯 多少天你先讲吗 好我先说吧 这个问题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是的 对 所以假设的问题 就比较有挑战性一些 给你一个 就是完全这个 definitive answer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假设的 对吧 那么哈利斯当了总统以后 至于台湾这个问题 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发生以后会有什么 其他的因素 会让他的决定 会是怎么样的 现在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完全是一个 hypothesis 那么我们不能说 因为这个有可能 会左或者会右 或者会东 会西 让我们的这个 支持他的这个 这个决定 会摇摆 我们不会的 因为他对我们华人 对我们要 要我们做的事情 给我们的维权 是远远超过另外一个 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支持他 是不会改变的 金光教授补充 对 现在对刚才 Dolte讲得很好 因为这是一个假设 然后如果您记得 就是说美国最著名的 这种听证会上 比如说最著名的 就是参议院 对这个最高法院 法官的听证会上 常常有很多 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然后这些法官的回答 当然这些将要做法 回答都很技巧 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 那么现在实际上是这样 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是觉得 我现在在讲的 不是说是代表 有些代表 就代表我个人 因为我们实际上 是真的是希望和平 这个是 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是为了和平 这个就是说 这个维护和平 支持和平 然后这样的 这个方方面面的 那么就说 在这个基础上能做 当然就说和平 并不是一味的 这个委进也好 或者放弃也好 投降也好 这个是不是 但是所以说 从我自己来讲 衷心的希望 不要有这个台海战争 所以等等 这些方面战争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说真的是一个灾难 对台海 对这个台湾那边 大陆这边 都是一个灾难 那么这个 That being said 那么这个是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说 又是一个美国国家政策的问题 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更宁愿去相信 信任这个哈里斯的这个内阁 他的政府也好 会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更加这个合理的 更加这个有意义的 就是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又是对维护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等等方面的综合考虑的决定 因为我们都看见 以前大家都常常讲说 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话 这个说话是走火车 然后打拳是一顿乱拳 然后就是东打西打 然后没有章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关系到世界和平战争等等的问题下 这种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他当初这个很很很搞笑的说 要跟别人比谁的这个核武器的按钮更大等等等等 就是方方面面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新冠的问题上 他是明显的反科学反制的做法 所以就是说牵扯到整整方面 我更愿意相信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现代的拜登 或到将来这个Harris的这个政府的话 他会这个有一批专家 然后有一批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智库等等的这种 一起为美国的利益做这样的决定 那么所以说就从你的选项来讲 我们这个决定是什么 是一个假设 是根据将来的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的 叫political地缘政治的走向有关 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做的决定 是更理性 更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方方面面的 对 好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只有最后一分钟 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 美国华人联合会UCA的主席 也是布斯顿大学的教授王华先生 还有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的总裁 李铁军女士参加我们的专访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 请两位各说一句话给我们听众朋友 好吗 OK我先讲 然后Dogarty把最后一句话留给您 因为实际上呢 我们讲到我们支持Harris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党派有关的 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历史的这个时刻 选择一个更适合于华人生存 扩展华人生存空间 让我们就是我常讲的说 Not only we're going to survive but we're going to thrive together 所以我这里呢想强调一下 就是Harris在他接受这个提名的当中的 讲的那个core value 这个core value就是说 英文叫freedom, compassion, dignity, fairness and the endless possibility 你如果看这些话当中 没有哪一个是跟党派政治有关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美国追求 这个民主自由幸福 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这个safe democracy 然后保护美国的这个民主和将来的 更加的繁荣昌盛 对我们社区来讲 谢谢大家 谢谢 王教授说的太好了 有一句话 这个Harris说的话 在西加古的convention上 说的跟我有很大的共鸣 我也希望跟我们的华裔的同胞 有很大的共鸣 就是endless possibilities 这是endless possibilities 我们来到美国知道这个国家 不光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且就是给我们有这么一个 一个like l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这个reality 那这个reality的其中一个 就是endless possibilities 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人 能够在美国闯下一片天下 有这样的成功的事业 有各种各样的 以前是设想不到的一个reality 而且会有更多的 endless possibilities 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小企业的公司 我们在美国也创造了很多的 就业的机会 而且也给美国 federal government和其他的corporations 包括大学 我本人也在大学当过科串教授 在John Hopkins 那么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 endless possibilities 真是一个我们向往的一个国家 向往的这个家园 那我也是呼吁 也鼓励我们的华人 来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国 真是让我们华人在美国 有更多的权利 更多的权利 更多的possibilities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 为Harris Watts 投上这么一个 你的珍贵的一票 感谢大家 也感谢小元台长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来接受采访 感谢王教授 感谢两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大家晚安 谢谢小元 谢谢大家